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tChamp 談賽馬的時間 今天是2020年9月12日 下午 在家外下大雨 在打雷 聽到一些下雨打雷聲 千萬不要見怪 好快說一下 近幾次的賽事 開來日到現在 NetChamp 三隻 一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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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出賽馬三隻 一貫兩貫一貫一貫一貫 成績都相當不錯 多謝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今次高出賽馬也有一隻 近幾次表現都不錯 今次有一隻是第三場 如果大家的螢光幕看不清楚 去上一段高出賽二獄馬的影片 看一看 我也有讀過馬的名字 大家知道NetChamp 談賽馬的免費 每次賽事都會提供高出賽馬 每次賽事都會提供高出賽馬 和兩隻NetChamp 給大家參考 如果大家相信繼續支持 免費頻道繼續影韻 可以經過Facebook Post 來到我的Blogspot Blogspot周圍都有些熱面廣告 如果我的廣告有興趣 按一下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同樣 YouTube Video播放之前 也有視頻的廣告 不用在右下角按Skip end 或者下廣告 可以看久一點 如果覺得廣告有興趣的話 可以按左下角 有時連結 或者中間有時的熱面廣告 按一下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就是支持我NetChamp 賽馬的免費頻道 繼續營運 明天第一個場次 將會介紹第四場 第四場有讀人的位置投資對象 和連人的位置嬌膽 中國選擇2號的明月星輝 首先 季初的場次 我通常都比較喜歡熱過身的馬 明月星輝就是一隻熱過身的馬 第二 就是上次跑遷移 田太安11檔 跑第三 我覺得表現都不差 那場水準 可以的 我覺得 不差的 在初出來說 這隻馬 如果你看回上季 都是比較急先鋒 初出爺馬 之後幾場都是近的 起碼第二場都是近 輸四分之下 所以連駁兩場 我相信不會有什麼很大的問題 周俊樂 周俊樂本身 我不會特別吹捧周俊樂的人 我覺得還有很多進步空間 但減10磅始終是有他的優勢 第二 如果大家留意到 頭兩次賽事 其實韋達不是給很多馬 周俊樂騎 今次又給周俊樂騎 周俊樂騎 周俊樂這馬 如果是韋達給的 我放心 因為韋達會教他怎麼騎 韋達會幫他 研究整場賽事 然後告訴周俊樂 你怎麼騎 這樣你就怎麼騎 這樣你就怎麼騎 所以不用周俊樂自己傳言 這樣會好很多 第三件事就是 減10黃也好 剛剛 因為他隔了一個星期就出場 體力方面 是會擔心 但始終季初 大家都買得體力強少少 還有現在如釋重負 上次是13磅 今次是12磅 那就輕些 希望對體力的要求不是太高 順走回來 都希望做到座位忙 選擇三隻配腳 第一隻配腳 將會減三號的山生勝勝 這隻馬其實 有些低班馬的缺點 就是表現挺不穩定 其實上季 五班的千四 甚至上到四班 這場三月二十九 這場五三二場試 的千四表現都可以 但之後三場無二為計 不知什麼事 今季復操 試襲和神火走勢都可以 狀態不錯 現在配過賀明年 希望有些新火花拆出來 以及三磅賀蝕位 情況都會少些 所以選擇一隻配腳 第二隻配腳 四號總進大師 這隻馬 可以說是QK的 上季尾兩場 竟然可以連貫到 跑得好 這隻馬好像喜歡 新鮮感 上季尾第二場 三月二十九 之前那場 兩個半月前跑 休息了兩個半月 之後那場 又休息了兩個月 好像喜歡 新鮮感一點 出賽 接著 五月三十一日 這場六九九場 撤贏了兩個半馬位 單計這場 他擲的走勢 其實是很好 加了百分 這次又是 潘明輝已經連續贏了兩場 正確 新鮮感 有 操練也好 神科也好 沒得不選 這隻 四號總進大師 第三隻配腳 爬一爬冷 其中五百馬 很多次時而非 不如選一隻十號的八進洪峰 始終低百馬 一擋 放在前面 走 那些馬 看要怎樣追 我覺得神科 可以 說真的 低班馬 你有個狀態 可能質素不夠 但是放在前面走 說不定有些意外驚喜 所以這場馬的投注策略 將他選擇二號明月聲輝 做獨贏的位置投注對象 還有二號明月聲輝做 打拖三號三身聖聖 四號勇俊大師 和十號八進洪峰做連應的位置投注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給個like和讚我 以及分享這段影片 給你的朋友去看看 宣傳到我的頻道 同樣 如果大家對明天這場賽事 或者任何一場賽事 有什麼意見 都在YouTube留言 大家一起討論一下明天的賽事形勢 大家知道 我現在來一個渠道 發掘一些臨場分析 每一場賽事十五分鐘前 都會說一下 阿二二波 預結集結束飛馬 場地應勢和劣動態等等 如果大家想繼續收這些信息 可以來到Facebook page Netchan談財マ 等到send message 或者傳送信息 或者去自訂post留言 我進行有關聯席分析的訊息 讓大家看看 聽人永續參與 最後 希望大家可以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打開Subscribe 或者免費訂閱 還有還有沒有鬧鐘 第一新影片通知 就會第一時間告訴你 多謝你支持 下集再見 Bye Bye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